你 你不是说好五分钟就下来吗 我在这儿等你多长时间了 你淋这么多东西啊 女孩子 你叫我来干吗 我不是说过 不要再叫我女汉子了吗 难听死了 这怎么会难听呢 我这是称赞的一眼 结果哪个女生有你这么凶啊 你还来争子呀 我警告你 你以后叫我一次女汉子 我就给你一拳 叫我一次就给你一拳 看你还敢不敢乱叫 我不跟你废话了 把这个拿去 你别乱烦 给我泳镜干吗 是不是你们队的女生暗恋我 让你给我的 你可少臭美了 这是我们队的小绿暗恋堂一白很久了 要我托你 把这个给他 行 那你告诉小绿 我会把他给唐一白的 顺便呀 你告诉他 叫他去医院看个眼科 喜欢唐一白不喜欢我 肯定也情人天气 你等一下 这个你拿去吧 什么东西啊 晚饭 你多吃一点 重下体力 不过你别误会啊 这个是袁教练特地叫我去买的 不然我才懒得你 谁误会啊 你想太多了 帮我谢袁总教练 走了 明天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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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咡咽 笑什么笑啊 回自己误误笑去 讨厌 再有误笑什么 这什么 礼物 拿着吧 你粉丝送给你的 粉丝 一百个专业有粉丝 对啊 向阳和我说了 这个呀是女队队员送给你的 帮我还给她 你就跟她说 我唐一白从来不收别人的礼物 为什么呀 不是我说一白 你这也太狠了吧 别人送给你的礼物你不收 你这样可是伤害一个少女心 少女心 你恶不恶心 恶心你就吐我 我怎么记得 就在前两天好像有一个大妹的人 送给你一个柴蛋 那为什么你要收啊 风哥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现在有句话说得好 一白从来不收礼 收礼只收柴蛋 我懂了 我说呢 以前一白不爱说话 也不爱笑 这最近呢 不仅画面对 连笑容也变多了 这蛋妹究竟是何方神圣 能让你变得这么精神分裂呀 少叫人蛋妹 人有名字的 她叫云朵 云朵 云朵 我知道了 云朵是不是这个 您好 好 我叫云朵 我怎么突然觉得 云朵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吧 我还挺喜欢云朵这个姑娘的 我也 觉得 你喜欢她 你不是戴耳机吗 怎么能听到我说话 我看她一给我装 唐一白啊 就你这种小心思 我们就知道跟你说 装听歌呢 我看她 哎呀 搞定 我的钱包真掉了 刚取完这个礼拜的生活费啊 我还得去补判银行卡 怎么怎么倒霉 霍春福啊 你能不能除了保护我的安全之外 你给我带来点好运呢 我要好运 喂 你好 喂 你好 请问是云小姐吗 我是 您是哪位 是这样 我捡到了一个钱包 我看里面有你的名片 不知道 你是不是掉了一个钱包 对对对对 钱包是我的 那个 您把钱可以都拿走 但是卡和证件 你都留给我好不好呀 我求求你了 我很重要的这些 放心吧 没事的 我只是确认一下 不会拿你钱的 明天我就送到你公司 真的 谢谢啊 你 你真是个大好人 谢谢你 谢谢你 物归原主嘛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 好了 那就这样 拜拜 好的好的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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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副 你真的听着我说话啦 太 Program 太可惜了 了 我终于就行了 我终于zwed 你 yine 可以聘 kann barbecue 我来 我把它致散 乎你 fixing 谢谢观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醒醒啊 你别在这儿睡啊 先生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你还好吗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啊 你都流血了 要不 要不要我把你送医院 我来不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看看你 你没有在这儿睡觉 你没有在这儿睡觉 你不放映着 你不敌爱 你不放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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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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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试试 慢点啊 怎么样 不错呀 真不愧是我们队里的保健小能手 这贴法我收藏了 对了 在你归队之前啊 每天最早来训练的就是我 但现在呢 我一来你都开始训练了 不过这样也好 有你陪练呢 我就不会觉得没意思了 对了 上次联合热身赛真挺可惜的 差一点就近五十秒了 比我最快成绩快了零点一二秒 所以我想这次梦想杯百米自由泳项目 教练应该还是会让你上 希望吧 你这叫什么回答 你是在考虑我的感受吗 我告诉你啊 在教练员正式宣布参赛名单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把百米自由泳项目让给你 你和我公平竞争 谁强谁上 谁都不许有怨言 行 公平竞争 谁强谁上 谁都不许有怨言 来 好点什么 没问题 再来一趟 走 走 小姐 你好 你好 我这儿捡到一个钱包 应该是你们看吧 公司的员工丢的 我这儿有她的照片 这个人我知道 这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 真的 她待好了 那你留下联系方式吧 好 云朵 钱包就是她的 自己给她吧 是你啊 你不是那天 帮我付公租费的人吗 对啊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 我捡到了一个钱包 自己特意送款款 不会这么巧吧 这个钱包就是我的 真的 我就是那天 给你通电话的云朵 我就说为什么 那个声音听着 好像在哪儿听过 不会那么巧吧 世界真小 谢谢 谢谢 是啊 连着两天我都碰见你 你都连着帮了我两个次了 这样吧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就当小小的报个恩呐 吃饭的事情改善则收吧 我还挺忙的 先走了 等一下 你都帮了我两次了 我不表达一下谢意 我心里边故意不去的 我这人做事是有原则的 我知道 宁可天下人欠你 你也不愿意欠天下人 一毛钱对吧 对对对 这情啊 你先欠着 以后啊 会让你还 我来说 你还管我 你还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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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来 孙老师 他们怎么了 估计啊 他们刚从刘总的办公室谈话出来 明白吧 这很正常啊 真爱正常啊 云董 孙老师跟你说啊 这话不是我说的 我只是个传话者 在你们实习中有一个传说 只要去刘总办公室 被约谈话超过五分钟的 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 就是连续三天嚎啕大哭 第二种结果 一直郁郁寡欢 估计这辈子都不能愉快地和人玩耍 所以呢 刘总在你们实习生当中享有一个外号 什么绰号 这不是孙老师说的啊 孙老师只是个传话者 嗯 蛇魂怪 参考 《哈利波特》 云董啊 嗯 如果您 您也不要太担心 那每一届实习生里 总还是有那么一两个人 能够笑着从刘总的办公室里 看见没有 那个女孩 她就是其中一个呀 孙老师希望你们变成第二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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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大家 今天 我想和你聊一下 你知道怎么词诗诗吗 这就是诗诗 别睡了 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好好进来上课 好 现在我们已经买了所有的照片 进来吧 我希望大家今天都能记得 我们今天买了句话 对吗 你以为我想睡啊 一早早起来就训练 困死我了都 你到底是来上课的 还是来睡觉的呀 他们做了一些假食材料 为我们的家 看第二个照片 我可以做这些东西 但是 你喜欢吃直播食物 老师傅 不好意思 不是道法 好 时间 运多 是啊 刘总 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晴空网体育实习记者 不错 还知道自己什么身份 你只是我们清空网 一个小板块 一个小小的实习记者 连个正式头衔都没有 你凭什么去质疑其他记者提出的问题 刘总 这个我能解释 自己看 那再仔细的人还有吃错药的时候 你什么意思 你说谁吃错药了 我就是打个比方 知道今天一早我接了多少电话了 我就纳闷了 你作为一个小小的实习记者 哪来的胆量敢跟同行这样叫板 不是 我 我没有想要跟他叫板 但是他没评没句 就指控一名运动员 这实在太过分了 我一不小心 我就把我心里话说出来 你凭什么认定 人家是胡乱指控堂以白的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他没有为了赢得比赛 而做出不该做的事 没有证据 那你就想办法找出证据 我看通过这件事啊 唐一白对你的印象还不错 不如就趁这个机会 好好去调查一下 他当年被禁赛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愿意 刘总 身为记者 报道新闻是应该的 是分内的工作 但是要我通过朋友的关系 去挖掘丑闻 还要在他们山口上 再撒一把盐 这有为我的原则 我做不到 你是哪只耳朵 听到我要你去编造丑闻的 我是让你客观地找出事实的真相 如果它是无辜的 那你的报道正好可以还在清白 如果确有此事 那他作为运动员 就应该接受社会舆论的检验 另外我对你这份工作 自以为是的原则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唯一想要提醒你的 下次再跟我说话之前 把两件事给我记在脑子里 一 你的实习成绩掌握在我的手里 能否成为一个正式的记者 我说了算 二 你现在只是一个实习记者 你的工作是学着 如何成为一个专业记者 而不是教我怎么当记者 我告诉你 运动 下次你要是再跟我这么说话 我保证你绝对找不定 刘总 刘总 刚才您教导我的事情 有几项还不太清楚 想请您再指教一下 我看看 就是这儿 这个第一项和第三项 你这弄得不对 对 你整个的栏目运营和团队介绍 怎么能弄到一览呢 对对对 就是这个 整个的这个运营项目是不对的 你再改一下 好 来 谢谢你 下去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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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老师 孙老师 这你不用怪孙老师 有做吩咐 努力 这是什么呢 你是把我放到第一名吗 这是倒数的呀 云朵 你下次别再跟刘总较真了 你要知道 我们能从实习记者转回正式记者 可就全指望他了 你看看你 这业绩榜又垫顶了 这样怎么跟我一起实习转正啊 我刚刚也是实话实说嘛 你要我为了点击率 我去利用朋友 我不喜欢 你看你 又不是不聪明 就偏偏不懂得变通 其实刘总这个人 如果要应付起来 还是挺简单的 只需要几个方法 什么方法 想知道啊 行 我教你 走走走 崔峰 这个给你 今天上课的笔记 我连训练的时间都没有 我哪有时间看笔记啊 拿回去吧 你看不看我不管 但是期末考试要是没及格的话 你可不能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你要是因为这个被进赛了 那你这个队长当的实在是太丢人了 拜托 我是怕自己太完美了 这样老天都会嫉妒 不然学霸称号 怎么可能轮到唐一白呀 不就是期末考嘛 没事 我随便考就好了 走了 那你好好看吧 齐学院长 我好喜欢你 你每场比赛我都有看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你的比赛我从来做过任何一场 好巧吧 我自己的比赛我也没场能被错过 齐学长你好运过 我能和你合个影吗 可以啊 没问题 来 帮我拿着 谢谢齐学长 你再加油啊 再见 拜拜 杨阳呢 曼颖呢 冰总啊 我有事情交代你 是啊 今天下午三点 梦想碑的主办单位啊 要开一个记者交流会 本来是孙老师去的 但是孙老师有一个紧急重要的任务 人家现在临时改时间了 所以我就去不了了 所以我决定派你去好不好 梦想碑 那是国内大学游泳比赛中 最受瞩目的赛事 好多历届选者 都是从梦想碑选拔出来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您让我一个实习记者去 您不担心啊 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实习记者 你就永远只是一个实习记者 你晓得吧 机会不只是别人给你 还要自己去争的 宋老师 宋老师 刚才刘总让我转告你 下午三点那场梦想碑记者交流会 您不用过去了 为什么 刘总说您经验丰富 这种交流会您去没意思 说要把这个采访任务交给我 让我多积累一点经验 你下次跟我说实话 到底是刘总交代的 还是你想就打着刘总的旗号 在我这儿讨餐时 您别误会啊 我一早去求的刘总 他好不容易才答应呢 我就知道 行行行行 那么想去你就去吧 好嘞 你看看人家是怎么争机会的 你别说是小陈儿了 这帮来的实习记者 哪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 夺板面 争机会 我告诉你 为了抢一个机会 他们每个人都能变成一头狼 就你 你就愿意当一头绵羊 然后被人啃的那个 连骨头渣子都不伤 行了 行了 孙老师教你一个大招 梦想碑这个记者会 是体育线的一件大事 知道吧 知道 那就意味着 几乎所有的体育记者 到时候都会去现场 你知道这代表的什么吗 这就代表 如果我没去 就错失了一个好机会 开动 开动 眼睛好不好 恰恰相反 这证明你赶上了一个大好机会 你想啊 那么多记者去了现场 那就意味着 以前追着齐瑞峰采访的那些记者 也去现场了 你明白吧 您的意思是说 趁齐瑞峰没有人盯的时候 我去找他做个独家专访 那话不是我说的啊 能刺可教 继续努力 有点 表人是孙老师 平时这儿都蹲满了记者 今天居然一个都没有 可人是采访齐瑞峰的好机会啊 好 小语会赢得我 不好意思 今天游泳馆不对 还开放 我是 晴空网的记者 我是来采访的 记者也不行 我们上级有规定 所有进行采访的记者 一律按照正常的流程去申请 那请问去哪儿申请啊 去学校总务处 总务处在哪里 从这儿走 直走 右转 直走 再右转就到了 谢谢 没事 大哥 你就让我进去吧 我不是说了吗 所有进行采访的记者 一定要按照正规的流程去申请 我是按照正规的流程去申请的呀 可是 你让我去总务处 总务处让我去教务处 教务处让我去宣传部 宣传部又让我去找体育管理中心 我去了体育管理中心 他又让我来找您啊 大哥 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进去吧 不行 别别别 我跑得好累的 你跑了一圈什么都没有啊 那您说吧 怎么着 我可以进去 真不好意思 你还是得去总务处 你去那儿问一问吧 你这么一辈子 我都采访不到齐瑞峰嘛 我都采访不到 孙老师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我云朵终究还是一个小绵羊啊 再这么努力 我也变不成大灰狼 我都采访不到 不是吧 我费了这么半天功夫 这好不容易老天卷过我嘛 没错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你就是放假了 我接下来 这么回来 我大家不能吃 真的 你不太小了 你不太过了 你不太过了 我没看完 我怕更回忧 我别人 我怕你 你怎么在这儿 云朵 你怎么了 云朵 你怎么了 云朵 云朵 你怎么了 云朵 云朵 你怎么想那样的画面 小心 哥们儿 帮忙把球传过来 帮忙把球传过来 你不是游泳队的吗 怎么篮球也行啊 我是游泳选手中 篮球打得最好的 你果然也不谦虚 你刚刚怎么回事 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枕头就跑了 看到我这么可怕 不是害怕 是你怎么回事 那你忽然从水里冒出来 吓死我了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我就往外跑 当我回过神的时候 就已经在那儿了 我没有要故意吓你 我在做必需训练 我在水下根本都不知道 你来了 所以你刚刚是因为害羞 才跑掉了 你原来不是看过我比赛吗 那个时候不也只是穿泳裤吗 那不一样嘛 刚刚又不是在比赛 你忽然穿 这么少出现在我眼前 我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眼睛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 你别笑了 说真的 你别笑了 你别笑了 所以你跑了这么多趟流程 都是为了给齐日风做专访 对啊 说真的啊 你们学校对你们的保护太周全了 想要做个采访门槛都这么高 这都是原总教练的意思 自从齐日风拿下上一届金牌之后 记者天天追着我们跑 别说训练了 就连上课都会受到影响 你们体育生还要上文化课 对啊 你这是赤裸裸的骑士体育上 不是 我是想着你们每天训练各种各样的好辛苦的呀 哪有时间上课 那要上课 岂不是在课堂上都睡倒一片 齐日风是这样 我可不是 这么说起来你成绩很好哦 还行吧 四年前我被禁赛以后 退出了勇队 所以上课时间还挺充裕的 这四年 我每门功课都是班上前三名 还拿了奖学金 所以说我不光是游泳运动员中 最会打来球的 我还是游泳运动员中成绩最好的 如果你要是夸我一句学霸 我还是会虚心接受的 我发现你真的跟别的运动员都不一样 你跟别的记者也不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啊 因为我是实许记者 对了 你刚说要帮齐日风弄专访 我来帮你 等会儿看我眼色显示 不行 我不能让齐日风接受任何采访 袁总教练 你会反对是因为担心齐日风说话 不经过大脑 不分轻重 什么都往外说 重要的是 这家伙不开口还行 一开口就破功 甚至闹出来的笑话都上热搜了 你最初的主要是什么 什么 你最初的主要是什么 你最初的主要是什么 预论 他问你 你认为什么 大学毕业之后 打算做什么 哦 哦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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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you say this i buy 拜拜 score with me 拜拜 score i hope i you i 突然忘了 那个游泳职业选手怎么说呀 不会说英语就不要说 闹出国际笑话来 别看了这么丢脸的事情 我不会让齐瑞峰 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了 也是啊 为了全中国人的颜面 齐瑞峰还是不要接受采访了 教练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但毕竟齐瑞峰是南洋体育大学 运营队队长嘛 那面对媒体 那也是避免不了的事情 所以我 云朵说得对 与其一味反对 不如找一位像云朵这样信得过的媒体朋友 从现在开始 就让齐瑞峰学会如何在媒体前面得心应对 这样吧 袁总教练 就让云朵给齐瑞峰做个专访 作为回报呢 云朵会定期给齐瑞峰补习英语 毕竟以齐瑞峰的实力 进军世界泳台是迟早的事 到时候你总不会希望 白白学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 对 我虽然只是一名实习记者 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得用事实说话 凡事都得讲证据 您想说唐一白使用了禁药 您有证据吗 看在你上次当着所有人的面 当一白说话的分上 我相信你应该不是那种夸大事实 胡编乱造的人 不是 只要你愿意帮齐瑞峰多多补协英文 这事就这么定了 谢谢袁总教练 谢谢袁总教练 什么 袁总 你要做我的音语小老师啊 怎么 不行啊 行啊 当然可以 只是啊 不要让这个女汉子当我音语老师啊 谁都可以 不过袁总 你看起来也不像音语很好的样子 你行吗你 我为了得到你的独家专访 我不行也得行啊 对 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 你的英文水平到底是 什么程度 我好针对你的弱项去给你加强 我看看你的卷子 拿不开 那 那 左姐 峰哥最厉害的就是 英语听说读写四大象全是弱项 没想强下 齐瑞峰 你别说语法了 你一个单词都没有拼对啊 齐瑞峰 你别这死样 我们这么做也都是为了你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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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为了我好 你以为我不明白唐一般 你分明就是想进水楼台先得月 其实别运不值得 留下来 我不想说什么 他说什么呀 说什么 明天 你说 我不知道 林依 你说 我不想跟你说话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态度 就是我不想跟你说话 你是想造反吗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峰哥 你别激动 刚刚毕白哥说的 留下来 我不想说什么 的中文意思就是 我不想跟你说话 峰哥 你这些记忆 拜拜四孤儿之后 创下的又一新年了 我包括你 今天呢 祈蕊风他们可没有时间来捣乱了 我们女子队可以安心那些人 大家抓紧一切时间 现在开始吧 好 等一下我会过来检查哦 都不虚偷了 你去偷了 哥要进尊好莱坞了 找了专属英语小老师上课 等待你 这么简单的单词 都能拼错啊 有很多 有很多 属英语小老师 是改变的 改变的 不是吗 是改变的 改变的 千万不要这样哦哦哦哦哦 嘴巴放松放松放松 对对对对 你这样 你边写边读 啊 边写边读啊 对 好 你 还要有很多 属英语小老师 唐一白 你怎么来了 老师 我也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你一下 这是 就是 了 有没有 没 我们 你是 了 可以 找我 自己的 你 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